从南京出发向东 约四十公里 西山环绕之中 隐匿着一处古风深眠的 明清建筑群杨柳村 杨柳村地处乡野僻壤 背衣马场山 前邻杨柳湖 富有浓郁的江南水乡特色 杨柳村这一股建筑群 自明镜与山 自明万历至清乾隆 嘉庆年间陆续建成 历史两百余年 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建筑体系 杨柳村分为中杨柳 前杨柳和后杨柳 三个自然村落 共有三十六个宅院 其规模之大 建筑之精巧 为南京地区所罕见 据说杨柳村古宅 由朱氏子孙所建 整个建筑群风格统一 结构周密严谨 均为座北朝南的高墙深远 尽管历经百年风雨的波时 仍然依稀可见当年的风华盛貌 古宅为多进川堂式结构 一般有三四五进 最多的一圣堂有七进 按照统一布局 在中轴线上建门厅 教厅及住房 并在左右纵轴线上 布置客厅书房和厨房杂屋 成为中左右三组纵链的院落群体 住房大都为两层建筑 楼上婉转相通 曲折相通 门楼上的砖雕饰 有人物 花卉 鸟兽等精美图案 隔扇平门 云纹玲珑 雕梁画动 从花窗看出去 又是花竹丛笼 别有洞天 布宜景意 每一处细节都尽显精致细腻 厅堂内部根据不同需要 用隔扇 平门等自由分隔 上部添花除用旺砖之外 还做成各种形式的宣 精巧美观赋予变化 并在架梁上 适宜精美的图案雕刻 梁栋均不失彩绘 素雅明镜 各群体之间 有前后相通的夹道 即可防火 有便于巡逻 有的宅院后面 还设更楼 为了减少暑热的辐射 宅院采取东西横长的平面 围椅高墙 还在院墙上开漏窗 以及在房屋前后 开窗的办法 以利通风采光 客厅和书房前 器台叠石作为花圃 加以点缀 构成优雅 闲静的庭院 有的还在宅左右和后部建造花园 整个布局井然有序 杨柳村所有的宅院都称堂 如益圣堂 四本堂 树德堂 承恩堂 礼盒堂 卓雅堂等 还有朱 刘 石 赵 四个姓氏的宗词 原来宅院之间屡像相连 全部以青石板铺路 调石为街 与天行走 脚步沾泥 三十六座宅院中已有不少被拆毁 现在保存比较完好的有十七座 共三百六十六间法 尤其是古建筑的门楼雕刻 保存较好 门楼提书为 初更入读 居安邮政等等 极其思维 均为楷书专雕 四周示意人物 花卉等精美图案 富有明清建筑风格 也显示了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 杨柳村古建筑群 对于研究明清时代江南地区建筑史 很有价值 如今 走在早已磨得没有棱角的青石板上 看斑驳的墙面 映刻着历史的沧桑 院中婆娑古树 见证着逝去的陈年旧事 不经意间 几个世纪前的气息 将人们带入的是一段 充满遐想 回味的碎片